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道论坛第36讲 那么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过去一个月我比较忙 所以无法再跟大家继续见面 那么现在我终于忙完了 所以可以继续在这里 跟大家继续讲正道论坛了 那么今天我想主要讲的议题 主要有两个 那么一个是过去上个月 那个辛亥革命 100周年纪念 让我这个回想起这个辛亥革命 所以要这个探讨一下 那么另一件事就是这个也是 一个月前的一个就叫爆炸性新闻 那就是卡扎飞 那么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我想这个先补充一下 我的一些这个前几个视频的这个议题 首先我想讲一讲民主 好 那都说这个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这个最为民主的国家 那么我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问大家真的美国就是这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吗 或者是一个这个民主的楷模呢 看看对谁而言吧 说美国呀 这个国家呀 他对他自己的人民呢 因为他照顾自己人民的利益嘛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责任 要照顾一个自己人民的利益 所以呢 他对他自己的人民呢 是蛮民主的 但是呢 对于世界人民 美国人民主吗 美国才不民主呢 对世界人民呢 美国是只有专制 只有独裁 哎 美国说一啊 其他人不能说二 要不然美国就啊 这个发饼了 讨伐 别人 所以呢 美国其实对这个世界人民来讲 他其实他不民主啊 只有这对自己的人民他才民主啊 这也可以这个对于民主 大家可以这样思考一下啊 所以呢 这个世界上说哪个国家民主呢 啊 其实啊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民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民主的 大家都是啊 从自身利益出发啊 而且呢 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 公法啊 或者公利 如果要是说国际法啊 公法要是真的那么有效的话啊 你说 大家你知道吗 按照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 只要按照这个 白纸黑证 国际法上面写什么 这照办就得了呗 对不对 那么呢 大家就就不用再你知道吗 讨论了 就不用再啊 说你知道吗 要协商什么的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外交吗 有外交的存在 就说明啊 这国际公法其实啊 只是啊 服务于啊 这个不同人的利益罢了 而且呢 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释啊 这个国际法 为什么要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呢 因为主要还是要服务于自己的自身利益 那么接下来我再讲讲说这个 咱们中国现在不是这个制度啊 所以理论上管叫什么呢 叫人民民主转制 那叫人民民主转制呢 那就是说啊 给予人民啊 这个民主 那么给予 反动派转制啊 因为你不听话 所以呢 必须得这个 不能以怀柔的手段来对待啊 对那些不听话的人 因为你 你损害了这个大多数人的利益 当然我呢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其实最后啊 我发现了 民主和这个专制啊 其实是一码事 为什么我说民主和专制是一码事呢 是这样的 你说 民主吧 和专制 他他的意思一个 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不就是一个统治的 谁统治谁的概念吗 民主就是意思就是说 哦 人民在统治着啊 那么统治人民在统治谁啊 人民统治人民呢 所以是说民主就是人民在统治着自己啊 那么专制呢 那那如果是专制也是一种统治的关系的话 那么可以不可以讲说 民主啊 说这个人民呢 在施行专制统治 那么是专制统治的谁啊 还是人民 对了 所以呢 人民他作为一个集体吧 他他在施行着这个对自己对人民的一种专制 所以呢 故而叫民主 所以呢 这样的理解的话 民主啊 还有专制其实就是一码事 那么呢 当然了 现在呢 说这个啊 有些这个好朋友说你说在中国吧 可能是这个 一一 这个不是所有人在在搞专制啊 是一一些人在专制的统治的其他人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想要中国更加民主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应该啊 让这个专制者啊 实行专制统治者要越多人越好 你知道吗 越多吸纳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专制的体系来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作为这个能够当这个啊专制统治者的话 那么早晚有一天 那么所有的中国人全部都变成了专制统治者在统治的自己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也也就是民主了 那 就这么一回事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啊 谈论一下 这个另外 一个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这么一些啊 东西啊 他比如说啊 有人说啊 这个要让这个复辟中华民国啊 要想这个要什么反攻大陆啥的啊 就是说要要让中华民国回到大陆来 然后这个这个变 变回所谓的中国正统合法代表 我想先问一问这个 这么一件事啊 很多台湾愤情他们叫嚣啊 还有大陆的那些父母也在说 什么 中华民国也就是那个自称啊 中华民国的那个 台湾当局是中国 正统合法代表 我想问一问啊 我想跟大家讲这么一个道理啊 这个世界啊 实力决定一切 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那么我想问一问 大家这么一个问题 那个台湾当局啊 如果要是真的是啊 中国正统合法代表的话 他有那个实力啊 相对来说相对来说大陆与 大陆当局台湾当局啊 都两边都在争说谁是这个啊 中国正统合法代表吗 那么我问你相对于这个大陆当局来说 台湾当局他有那个做中国正统合法代表的实力吗 啊 他有这个自己的航天工业吗 有自己的超级电脑这个研究行业吗 有没有这个 尖端技术 有没有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后盾 有没有这个核武器啊 好这个给给国家你知道吗 这个形成核保护啊 和这个战略威慑保护 有没有 你知道吗 就有 就我就觉得说啊 真是啊 罗尼该咋说呢 啊 对啊 就是老毛的那有一句这个诗里头不是这么讲吗 叫做 叫做马与元怀夸大国 皮肤汉素谈何意 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台湾 那个台湾愤青 还有那些啊 大陆的父母毛说什么 台湾当局才是中国正统合法代表的 再恰当不过 再说了 就是说我们退一半万步来讲 说如果要是有一天真的 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 真的要是你知道吗 复辟成功了啊 他们搞复辟要是真的成功了 我我说 那么他们真的成功了吗 变相变相来讲啊 他们是没有成功 为什么 你说要是真的要是中国这个政权要是垮台了啊 就这么倒了 那么台湾当局回来了 那么他有足够的人手去这个治理大陆吗 去管大陆吗 他们台湾呢 岛内才多少公务员呢 然后要执政大陆要需要多少公务员 哎 那可是台湾公务员的好几倍 那么你说台湾当局上哪去找那么多的啊 从他们本身的岛内啊 去找哪有那么多公务员去管理整个大陆啊 所以他他只能要用啊 用回啊 这个原先啊 大陆当局的那些原来那些公务员 哎 因为呢 这些人有经验呢 你说我就说了嘛 啊 要是真的要是大陆倒了那个台湾当局也搞复辟 要是回来的话 你说他有他已经离开大陆六十多年了 他有那个执政大陆的经验了吗 啊 对不对 他他没有啊 因为现在大陆都不在是六十年前那个大陆了 所以他他们回来他们啊缺乏经验啊 所以呢 为了说他们如果要是补充这个经验的话 他还得取用啊 我们原先的这些人啊 那么我们原来的这些一大堆的公务员吧 啊 这个就把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复辟后的这个中华民国给架空了 所以呢 名义上可能啊叫什么啊 中华民国 可是我别忘了啊 因为我们把它给架空了 所以其实实质上还是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哎 好吧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正题 先讲讲卡扎斐这个人啊 啊 上个月他他他这个一代枭雄卡扎斐啊 回这个奔飞烟面 啊 我说啊 这个要总结的话 对他最后总结 他就说这个人呢 太笨了 他之所以会败就是因为他没有牢笼牢牢的掌握住自己的军队啊 他一直在削弱的这个他自己的军队 可是呢 又又不想这个真正的把军队削弱削弱 你说他不很矛盾吗 一方面又担心军队 所以要削弱他 一方面呢 又这个认为说就要要要要要要有一个强大的军队 来抵御什么外敌 那么呢 他他又又又不不彻底的削弱他的军队 结果呢 他得罪了这个军队 那么得罪了这个军队之后吧 那么现在如果一旦要是有什么一个十级 其实吧今天在街上闹的那些啊 那个卡扎反对卡扎肥那些啊 武装啊 很多其实都是机会主义分子 所以机会啊 十级一代来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就会借机来反他 他他你知道吗 谁手里有枪 谁才能够掌握政权 在他们那种在啊 这其实这个世界啊 很多都是这样的 只是只要手里有枪 人家就怕你 所以他们才会服服了你 那么呢 他们要掌握好自己的军队 现在呢 你看借机人就把他给退翻了 还把他给干掉了啊 那么呢 也可以说吧 这个卡扎肥吧 其实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原先他他蛮不错的嘛 很进步啊 他的偶像是这个阿布杜勒 贾马尔纳希尔啊 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是阿拉伯世界革命先驱啊 纳希尔 那么呢 结果呢 他又什么新封什么无政府主义啊 这些蛮不错的嘛 结果后来 你看到没 结果现在他他被推翻之后一爆滚 哇 这个人呢 太腐败了 就怎么回事呢 我呀 这个人呢 他败给了自己 或者说他败给了唐一炮弹 是什么把卡扎肥打败了呢 是这个唐一炮弹 所以呢 大家应该 这就是我认为一些教训啊 那么好 再讲讲这个辛亥革命啊 上个月不是这个辛亥百周年嘛 那么呢 我看了这个电影啊 这个辛亥革命觉得蛮不错的啊 这个成龙父子啊 能够这个在同一部电影里头 哎 那呢 其实吧 辛亥革命让我这个觉得吧 说这个 其实吧 辛亥革命 他他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 因为为什么他说最后有人说他失败了呢 刚想说如果你要搞革命的话 你手里没有枪 那你 你那 你的成龙的把握有多么大啊 所以呢 刚开始吧 这个所谓的这个革命党人啊 其实吧 这个对 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这个观点啊 就管他们叫革命党人啊 但是历史上呢 只能说是他们一些这个 自在推翻满清这个 这个皇权统治的 一群这个 这个志同大和的人吧 那么他们呢就这个 搞暗杀 就是搞暗杀你说的这个这个 杀害这个这个军政要员啊 这个 满清 满清朝廷内的军政要员 那你说 他们搞的这个不就是恐怖主 恐怖主义吗 恐怖袭击就跟 卡伊达这个基地组织搞的这个是 啊 蛮类似的了 当然了 因为他们他们也毕竟是代表先进啊 他不像是这个基地组织 完全就是一种封建这个 这个极端这个神权制极端宗教 所以他们是属于反动 但是呢 孙中山毕竟他们还算先进啊 相对于满清来说 他们算是先进 所以 说他们是这个恐怖分子吧 没错 实质上是恐怖分子 但是毕竟不好听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先进 哎 我们先不讲他们说 这个啊 好吧 就就这就是 说他们是 这个 这个 值得大家这个 这个肯定的啊 一群正当啊 正派的人啊 他们呢 他们呢 要闹革命 他们的武装啊 除了说这些搞恐怖袭击之外 他们另外的这个 能够啊 这个 有效的武器吧 或者工具 那就是舆论 也就是这个思想层面的这个影响力 因为你说满 满清啊 这个 这个政权呢 到了最后他们能提出什么先进的理念来呢 搞一个这么君主立宪 结果 既然是恐的啊 那预备立宪 所谓预备立宪 结果呢 满清耀元 通过这个 这些王爷们贝勒们呢 你说 要以预备立宪为借口 那家伙大捞啊 大捞利 啊 施利 尽管呢 人民看穿了 就对他们彻底失望了 这个 然后吧 啊 孙中山他提出这 这个什么 三民主义啊 啊 一大堆先进的理念 所以呢 那个 啊 所以呢 这个 他可以影响着人民大众啊 所以这就是其中一个 他可以打的一张牌 好 那因为时间限制 我们现在到这里啊 我们下一讲 接着讲啊 心怀革命